相信现在许多人在休闲的时候都喜欢听相声 不仅相声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欢乐 而当下最火的相声团体就只有德云社了 他们的相声都非常受男女老少的欢迎 德云社近几年真的是成功火爆出圈了 自从老一辈的相声大师一个个退隐 相声这门艺术也渐渐的被埋没了 幸亏郭德纲力挽狂澜 再次将相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现了相声本身的绝妙风采 这才让许多观众了解并爱上了相声 郭老师虽然长得不帅气 甚至有点喜感 但是思想非常睿智 谈吐十分幽默 而且总是在谈笑风声间带来人生的感悟 他在相声界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精重 无人能比的 郭德纲不仅把相声这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发扬光大 而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徒弟 而郭德纲最喜欢的就是月云鹏了 如今在娱乐圈最好 名气最大的也只有月云鹏了 月云鹏可以说是郭德纲最大的骄傲 也是许多观众的快乐源泉 天资并不聪颖的月云鹏 在郭德纲的所有弟子中是最不起眼的 而且讲相声的功力 也比不过其他优秀的师兄弟 但郭德纲始终不放弃 手把手的交他 在许多德云市的前辈劝说 郭德纲赶他走的时候 只有郭德纲在默默维护着他 把他从一个小餐馆的服务员 带到了一个众目仰望的舞台上 让他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一炮而红 他那些见兮兮的表情包 他的五环之歌 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郭德纲决定用商业娱乐的方式传播相声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月云鹏 所以月云鹏也成为了郭德纲卡路的试金石 结果月云鹏踏足娱乐圈之后 凭借着谦虚亲和的人品 搞笑幽默的相声风格 收获了许多粉丝 不仅频繁参加综艺 增加了热度和曝光度 许多电影电视剧的剧组 也纷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虽然月云鹏没有经历过演技的培训 但演起喜剧来倒是游刃有余 月云鹏如今在娱乐圈的地位 几乎快盖过郭德纲了 但郭德纲的恩情呢 却让他一辈子都不敢忘 还直言 到这辈子对不起谁 都不会对不起自己的师傅 果然郭德纲没有白疼你一场 因为首先来录这个节目嘛 不可能嘉宾只有我一个 可能是你师傅呢 你们请不动 您师傅 还有给我打过电话 我们有聊过天 对对对 我们真有聊过天 对 有没有对不起过师傅 没有 我不可能对不起他 对不起谁都不可能对不起他 而月云鹏谦虔虚孝顺这一些男的品质 也让他在郭德纲的心里 占据非常这样的地位 月云鹏在火了之后呢 并没有张扬自傲 也没有瞧不起人 而且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从不给师傅和师门丢脸 所以郭德纲简直是把这样好的月云鹏 当成儿子看待的 反正到今天可以说 月云鹏让我很满意 亲儿子也就这样 他有一点做的比我亲儿子好 月云鹏给我买了好多的忙 郭麒麟你怎么说他都不在时差的 甚至月云鹏这个艺名都是郭德纲费尽心思帮他取的 希望他能一飞冲天 直插云霄 众所周知相声演员从一生涯中都有自己的艺名 月云鹏的本名呢叫做月龙刚 这个名字一听起来都非常喜感 一点都没有月云鹏来的霸气 相信许多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到月云鹏的真名吧 毕竟我们都习惯叫他小月月了 半年以后给你上那个主谱了吗 没有 还没有啊 那会儿已经给我改名了 月云鹏了 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月龙刚 月龙刚 对中华龙的龙 刚强的刚 这个名怎么来的呀 我父母起的 而郭德纲其实呢也有自己的艺名的 只是他从来都不用 因为这个名字也实在是太喜庆了 叫做郭曾福 曾天福气的意思 这个艺名还是郭德纲曾经的恩师金老先生赐的 虽然这个名字包含了满满的祝福 但是一说出来 难免会惹人发笑 又土味又吉祥 郭德纲这样注重传统礼仪的人都无法接受呀 不过老一辈起名都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满满的祝福 所以都喜欢那些福啊贵啊的 不过不得不说 还真是不如郭德纲好听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吧